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開始了 這個是十周年計劃的第三個提案 這提案要做什麼呢 這提案要做一個燈箱 什麼樣的燈箱呢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去捷運站 你會錄過很多廣告 那如果你有支持的明星 或者是你很喜歡某個主題 也許你會幫他買一個廣告 然後放在捷運站 比方說這個話是赤楚未惡 然後他的粉絲介紹他說生日快樂 那也幫這個明星做宣傳 那我這個第三個提案的概念是什麼呢 這個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幫G0V在捷運站買一個燈箱 然後呢在上面放活動的QR Code 比如說我們放一個解謎的遊戲 然後放一個介紹G0V的QR Code 然後還有十周年的這個活動呢 會做成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呢會放剛剛的那個三個關鍵字的網站 所有過去十年來 所有在Slack上面在G0V有貢獻的人 都可以登入那個網站 從Slack登進去 然後加上自己的自我介紹 所以你在捷運站 少了QR Code 你就可以看得到 每一個曾經在G0V上面貢獻的人 他可以做自己三個關鍵字的自我介紹 然後這個每邊需要再處理一下 所以 對 這是我大概的概念 那解謎遊戲的部分呢 其實今天是想要聽大家的想法這樣子 對 那這個想法還沒有很成熟 目前的想法是 在那個框框上面放一個這樣子的 謎語的圖 OK 那你如果有在G0V的Slack 或在G0V的實體活動 你可能會拿到一個賽露露片 就是一個透明的投影片 印出來之後疊合 去燈箱前面疊合 你會得到一個解密的密碼 這密碼輸到網站去 你會得到十週年的一個 小的數位紀念品 或者是數位的一個logo或貼紙 那獎品是什麼還沒想好 那今天很歡迎 就是對這個提案有興趣的朋友 那個來找我聊天這樣子 對 那 我有先做了一個demo用的網頁 就是 他會把那個 燈箱 他會把那個 自我介紹的內容唸出來 這是仿容你的 不好意思 對 那大致上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串接 然後可以 可以寫三個關鍵字 可以唸 唸出來 然後也許可以連到你的G0V的 那個 連結這樣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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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o的 對他提案的介紹 那